大家好,我是李飞,我是亚洲民众协会亚洲诊所的员工,也是俄亥俄州持独立社工执照的社工师。 大家好,我是段雪怡,是凯斯西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。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压力它到底是什么。 压力它最早是一个物理学概念, 但是逐渐被社会学家借用来描述人类在紧张状态下心理、生理和行为的反应。 那么如何解释在社会学环境下的压力呢? 它就是人在某种环境下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环境的反应状态。 也就是说,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,会对外部的刺激,外部的一些情境变化产生反应。 首先,我们要感知到这样的外部刺激,接着我们会对它做出潜意识的主观评价。 接着,我们的行为就会产生一定的反应去适应这样的变化或是刺激。 举个例子,当我们面临考试或是某些工作的截止日期的时候,我们会觉得压力逐渐的增大。 这就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外部刺激所产生的主观反应。 那么再比如说,甲在某一个会议上,他的提案被其他人反对,并且被打回来要重做。 那么甲在这样一个环境下,受到了被其他人批评反对的这样一个刺激。 那么他就会对这样的一个刺激做出主观评价,并且做出适应的反应。 比如说他想,哎,我实在是太糟糕了,这样的一个任务我没有做好,那接下来我可怎么办,我会不会做得更糟糕。 于是他的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大。 但是同样面对这样一个刺激,在这样一个情形中,他可能会想,我的这样的一个提案不够好。 但是我在这一次的讨论中得到了足够多的建议,那么接下来要更改这个方案。 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 同样,他们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。 但是压力在他们身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 这就是由于他们个人的,他们个人对事件的主观评价,和他们对于这个情景所做出的反应都是不同的。 那么这样的话,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外部,也与我们自己的内部情绪相关,内部自我管理方式有关。 同时呢,我们也不能认为压力它就是一种负面的存在。 就如这个表格所说,当压力过高或过低的时候,我们的工作效率都不会高。 但是呢,只有当压力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的时候,才是一个最佳的工作效率水平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我们当然都理解,当压力过高的时候,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地工作来达到一个很高的绩效。 因为很多其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都会变得很糟糕。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地集中注意力来做一件事情。 那么在压力水平很低的时候呢?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,压力水平低的时候,我们会觉得懈怠,可能会觉得很懒散。 没有任何的动力,同样这也会导致绩效的降低。 所以说压力它是一个有正面影响,也有负面影响的东西。 我们需要将它控制在一个中间的水平,来帮助我们生活工作。 同时也调整我们的身体,使它不要面临过大的压力。 那么说到这里,过的压力的症状,它可能表现在很多个方面。 比如说心理,情绪,身体和行为。 在心理方面,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变得健忘,批评和自我否定的时候变多了。 那么在情绪方面,会觉得抑郁,焦虑,抑郁,沮丧,很容易受挫。 身体方面呢,就是疲劳,甚至说你没有做什么事情,你也却觉得自己非常的累。 脖子或背部的肌肉发紧,胃痛,头痛。 至于行为方面,你可能会遭遇更加高发的人际冲突,或者说是意外事故,或者说你的睡眠和食欲产生了一些异常。 当然,这样的一些症状,它也许是压力大导致的,它也许不是。 所以大家在注意,不能把压力当作唯一的影响因素,同时要注意自己全面的身心健康。 既然我们都讲到这样一些症状,大家是否会觉得我自己有其中的一些症状呢?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量表来测试一下自己真实的抑郁、焦虑和压力水平,来帮助自己认清最近自己的情绪在怎样的一个水平上。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测试。 它要求我们仔细阅读每个条目,并根据过去周的情况,选择适用于自己的成绩选项。 每一个回答并没有对错之分。 那么请大家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,将自己每一题的得分记录下来,以便于我们最后的得分统计。 最后的得分统计会反映出我们在这一周里头的心理健康状况。 那么这里也提到不符合的时候计0分,有时符合计1分,常常符合计2分,总是符合计3分。 第一题,我觉得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,请选择不符合0分。 有时符合1分,常常符合2分,总是符合3分。 那么黎菲,你觉得你在哪个水平上呢? 我觉得自己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,我觉得是有时符合。 所以我就会第一题,我的分数我会记录下来是1。 这个时候我们就将第一题分数计为1。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2,我感到口干舌燥。 是符合,是不符合,有时符合,常常符合,还是总是符合呢? 我们接下来每一题都会根据这样一个计分,来一次记录下自己的分数。 第三题,我好像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任何愉快、舒畅。 第四题,我感到呼吸困难,比如气喘或透不过气来。 五,我感到很难主动去开始工作。 六,我对事情往往做出过敏反应。 七,我感到颤抖,例如手抖。 八,我觉得自己消耗了很多精力。 九,我担心一些可能让自己恐慌或出丑的场合。 十,我觉得自己对不久的将来没有什么可期盼的。 十一,我感到忐忑不安。 十二,我很难放松自己。 十三,我感到忧郁之善。 十四,我无法容忍任何阻碍我继续工作的事情。 十五,我感到快要崩溃了。 十六,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产生热情。 十七,我觉得自己不怎么配人。 十八,我发觉自己很容易被触怒。 十九,即使在没有明显的体力活动时,我也只感到心率不正常。 二十,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。 二十一,我感到生命毫无意义。 好的,这一共二十一体。 我们都做完了之后,需要进行一个得分统计。 这样一个量表,它测试的是我们在定义、超虑和压力三方面的得分情况。 那么,定义水平,我们需要将第三体,第五体,第十体,13体,16体,17体和21体的分数加在一起。 并且,将它们的总分乘以2,并且将它们的总分乘以2。 我们就得出了异域水平的分数。 焦虑水平,我们需要将2,4,7,9,15,19和20体的分数加在一起,并乘以2。 压力水平,需要将1,6,8,11,12,14,18体的得分加在一起,并乘以2。 那么,下面是一个得分对照表。 如果你的分数在正常的区间,或者轻度的区间, 那么,非常高兴你在自我疗愈,以及做我的情绪管理方面,做得非常的好。 但是,如果当你发现自己的分数已经达到了重度或是非常严重的范畴, 那就说明,我们需要来照顾一下自己的情绪了。 但是,也不要惊慌,因为这只是对于我们这一周里的近况的一个总结。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诊断,而只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水平上。 那么,如果我们确实为自己的抑郁焦虑或是压力状况感到担忧,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? 李飞,你有什么临床上的经验?